福宝的隔离日记终于更新了 乖巧小福和新奶爸亲密互动的这一幕 让无数猫粉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回想小家伙4月3日晚抵达神树坪当天 对陌生环境还有些警惕 可第二天适应能力强到可怕的福宝 就可以抱着竹子大快躲 毕竟这可是奶爸刚刚采摘的新鲜嫩主 等到第三天小福还实现胡萝卜自由 只可惜基地的窝窝头不太和公主的胃口 于是饲养员为小家伙多多准备的果蔬拼盘 并且还都贴心切成了小块 福宝刚吃上一口就开心地养头 这可是小家伙旅居国外期间从未尝到的美味 小福还总喜欢坐在竹子堆里干饭 宝贝回家后什么事都不用愁 只需要忙着干饭仿佛一刻也停不下来 本以为福宝回国后只是拥有数不尽的美味 哪曾想他的情绪价值拉满 曾文奶爸像姜爷爷那般宠溺孩子 给对方采血做检查时 一直是温柔地轻轻安抚 他递给福宝竹笋尖尖的时候 还忍不住顺手摸一下小家伙的鼻头 除猪猪看起从容淡定也很配合奶爸的检查 小眼神还转发